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把它變成按鈕 我想到的可能就是 這總共有6個按鈕 那假設我要做6個按鈕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 就把剛剛的這4個公式按下按鈕自動完成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那其實這一個按鈕的話 其實它裡面就是一個回圈 加上4個儲存格的輸出而已 前面其實都寫過 所以其實成是6行 那清除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拿上面來做修改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後面還是希望 海明可不可以幫我把那個 比較醒目的就是說 我希望幫我把這個 如果是名次是前七名的 幫我把前面的號碼圖個顏色 因為這樣我比較好知道 不然我要這樣看 我要看名次然後再切過來 那有沒有辦法小於等於 這個小於等於7的 通通幫我填上顏色 那填什麼顏色 比如說底色幫我填一下 填成黃色 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12號 21號 2728 3334 39 哇 這些號碼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 不過做完就是在把它清除格式 OK 這個效果怎麼做的 VBA 不過我本來想到的直覺 把它填顏色其實就很OK了 因為你會發現很醒目的 但是還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這樣還是很麻煩 因為還是要捲動 如果數字多的話 不是一直捲一捲 一直看 看半天 而且上面看過都忘記了 你乾脆列表給我好了 有沒有 其實就像說你做完的東西 類似像這樣的報表給老闆 老闆 老闆你說很清楚吧 上面都幫你mark 他說你乾脆幫我列表算了 你給我那些幹嘛 我要看就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在這旁邊再增加一個欄位 就是把前七名那幾個號碼 把它搬到這邊來 有沒有 搬到這邊來喔 所以其實這個跟這個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兩個不同的程式 但實際上它兩者之間有很類似的地方 差別是說一個變成底色黃色 一個是直接就把這個資料複製到這裡來 OK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F藍的第二列開始 從第二列 如果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那你下一個抓到之後要放到第二列的下一列 所以你把那個第二列再加1 再加1 那這個地方程式應該如果撰寫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OK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啦 OK 所以其實還蠻簡單的 清楚就是把這個範圍清掉就好了 大概如果假設我們要寫這六個按鈕的話 那該如何做 OK 那我們先從這個先開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先切到一樣嘛 一 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先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個都前面講過的 然後三的話呢 就是先做一個樂透彩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一個SUB 好了 比如說我全部重來 然後呢 記得喔 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在這邊打一個SUB SUB的名稱叫做樂透彩 Enter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輸出哪個範圍 我跟他講 4i等於 第幾列呢 4i等於 第2列 到 43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在這邊的話 跟他講說 Sales i列 的B欄 Sales i列的B欄 等於什麼呢 先打兩個雙引號 然後把這一行 複製到底下 因爲總共有四個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 把它改成C D E 這樣就可以了 那實際上 這個範圍就是 清除嘛 所以這邊改成清除就好 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直接改清除 那接下來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 把這個裡面呢 這個公式 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一串 C C 取消 然後 你會發現這樣切 這個是變 i 所以 你可以先 怎麼 先貼啦 不過其實 可以改這個 i有沒有 然後記得那個口訣 算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控格 那這個公式 因為101跟102 幾乎一樣 所以其實 我是覺得最快的方法 直接改2不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定義名稱 有的時候 還真方便 OK 因為你說這樣 你不定義名稱 可以啦 但問題我是覺得 第一個啦 光看那個 那個程式的複雜度就好了 你看名稱 看就是清爽 但是你看一串那個什麼呢 你看一串的 工作網名稱加那個範圍 然後前面還有前的符號 光看到你就覺得 頭暈腦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把它怎樣 Ctrl C 然後切到這邊來 Ctrl V 那這個也先 切好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是覺得 蠻奇妙的地方 就是它這前面會多加一個小老鼠 我跟各位講 好像我印象中 我試過那個 Google的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好像不支援這樣子 它 如果兩個都一樣 它會出錯 OK 我印象中啦 這個可能你們再去 所以它 如果假設是Google試算表 它就不能變這樣 它變成說你要用D2 它要變寫這樣子 OK 它不支援那個 合計 但是 Excel是有支援的 那只是說看 以後看個人 怎麼樣做習慣 不要做錯就好了 你用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 有沒有 最後結果一不一樣 最後結果也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將來把公式貼過去的話 那你變成D2 你要去修改 變D3 有沒有 所以2要變3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說 需要修改一個什麼 一個 如果改這樣D2 那你變成說 這邊2的話要改成這個I 所以拖欄一下 拿這邊複製 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 這個一個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話 因為C2已經 這個C2的2有沒有 它剛好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我前面講 如果是最右邊的話 你就 不需要再做用剛剛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 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多一個M的空的 那等於是多詞 有沒有 M的空 雖然說你執行不會有影響 但是看起來就覺得 多詞一曲 所以喔 理論上 如果是C2的話 一般你可以記另外一個規則 就是把2Delete掉 然後在右邊 加一個M的I就可以了 串一個I在這裡 但是一樣 把那個M的前後加空白 也就是說 它這邊只有串一邊而已 不用串另外一邊 我們之前是串在中間 才需要那樣的寫 那現在是串到它的右邊 所以是寫成M的I喔 OK 不過我發現 好像同學每次講到這裡 都又轉不過來了 好,沒關係 你先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你如果看的數量多的話 你會覺得喔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發現 常常同學是這樣 看的不夠多 第一次看 第二次看 就覺得很痛苦 多看幾次發現 好像越來越親切的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現在有沒有那種感覺 如果你沒有 表示你回去應該沒有花太多時間 如果你經常做啦 說實在這個多做幾次 應該就差不多這樣而已啦 我是覺得也沒有說變出太多東西出來 OK 而且規則應該還滿 還滿好記的吧 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就是用很直覺的方法在寫程式 反正我遇到什麼問題 就這樣解決就好了 發現其實還OK 也不需要背太多東西嘛 最後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清楚 然後 先輸出這個1234 所以1234 1234 直接執行 然後這樣就全部OK了 有沒有 他就把公式倒過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OK 好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再思考一下 第二個 格式化VBA 格式化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背後的顏色 幫我 只要 所以喔 這個 格式化VBA 基本上 程式呢 第一個 一定有回圈 回圈的話 一樣是4i等於第二列到43列 然後做什麼呢 所以喔 跟剛剛程式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呢 就是Sales的1欄的地方 I列的1欄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 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同一列的A欄 那個儲存格 底色改成黃色 所以基本上 程式就是一個回圈兩行嘛 邏輯判斷 if and if 也是兩行 然後再加上中間一行 所以五行 就完成這個動作了 OK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前面好像寫過類似啦 只是說你要 就是要 可以馬上反應做出來 最後就清 清除的話就是 底色變成沒有還記得吧 X 這應該是XLN 就把底色把它清空 OK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把這些數字 摳到這邊來 前七年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